美股史诗级崩盘要来了 近期 美业储结束宽松以及乌克兰危机局势 加剧了市场担忧 有分析师警告 今年美股将出现自上世纪90年代末 网络泡沫崩盘以来更大规模的暴跌 上周 国际市场受地缘政治影响大幅波动 美股连续第二周回落 其中 道指周跌幅为1.9% 标普500指数为1.6% 那指为1.8% 美国银行根据2月4日至10日 进行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显示 在市场准备迎接美联储大幅收紧货币政策之际 基金经理们对科技股的看跌程度 创下了近16年以来之最 这项调查共计有314位 管理着总计1万亿美元资产的基金经理参与 调查显示 对科技板块的减持规模 达到了2006年8月以来最大 此外 有30%的受访者 预计2022年将出现美股熊市 流动性状况也恶化到 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接受调查的基金经理看多银行 现金 大宗商品和欧元区股票 而对债券和科技股则避之不及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美国科技股出现了大量抛售 科技股占较大比重的纳斯达克指数 自去年11月19日触及记录高位以来 已下跌超15% 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月20日上任时 纳指开盘报13342点 相对上周五收报13548点 升幅仅1.54% 拜登上任不足13个月 以令美科技股的涨幅蒸发 市场分析认为 本周科技股继续下跌风险较高 近日 美国大型投资机构 公布四季度持仓报告 金融大鳄索罗斯 买入了71万份纳指100ETF看跌期权 做空金额达到2.82亿美元 压住今年纳斯达克大跌的行情 同时 索罗斯还抛售了不少大型科技股 其中 减持亚马逊19%的持仓 减持谷歌38%的持仓 桥水也大幅减持了亚马逊 奈飞等科技股 今年以来 谷歌 亚马逊都跌超10% 奈飞跌超30% 脸书跌近40% 苹果跌超8% 总部位于波士顿的投资管理公司 GMO的英国联合创始人杰里米·格兰瑟姆认为 美国正处于可与互联网时代 1929年华尔街崩盘 和2006年黄地产市场疯狂相媲美的超级泡沫中 标普500指数将在这个泡沫破灭后 崩盘近50% 现年80多岁的格兰瑟姆 曾预测三大市场泡沫并成功避险 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 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 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金融泡沫 Nedde Davis Research首席美国策略师 Ed Gwizod去年底预测 美股会出现两位数的跌幅 等市场适应美联储撤出宽松政策 盈利放缓和联邦刺激措施 大幅减少的现实 未来几个月美股可能会开启更多下行空间 美国银行的策略师 Nikolas Tiley-Jert Gowell警告称 随着即将到来的美联储加息周期刺激市场波动 股市难逃资金外流的命运 就像2018年一样 当时经通胀调整的利率上升 投资者在第一季度初始 向股市注入了近2200亿美元 使股市延续了自2017年以来的强劲流入势头 但在标普500指数 从2月份的峰值下跌10%之后 2018年剩下的时间里 资金流入量就开始减少 每季度仅有600亿美元流入 2019年初 在标普500指数暴跌后 股市资金流完全转为复值 目前 市场预计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在3月开始加息 格兰色谋指出 在可预见的未来 新兴市场将产生正回报 美国股市则步履为艰 我们已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投资 将资金集中在非美国市场 西方资产管理新兴市场债务主管廖家良 此前在线上研讨会上表示 包括中国债券在内的亚洲本地债券 已成全球投资者核心配置 就估值而言 亚洲本地债券有助提高投资组合的收益率 其波动却低于拉丁美洲和其他新兴市场等同位资产 在通胀温和的背景下 亚洲本地债券如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 较成熟市场更具吸引力 可以说 亚洲债券兼具了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两者之长 诚然 若参照美联储过去的紧缩政策 全球流动性收紧 可能会抑制亚洲固定收益资产价格的前景 然而当前的情形有所不同 首先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拉丁美洲 中欧和东欧央行一早便感受到通胀压力 因而于2021年3月已做出首次加息 如今正处于疫后收紧周期的中断 例如巴西央行在过去一年已加息8次 把政策利率从2.0%上掉至目前的10.75% 其次 能源价格上涨将有利于商品出口国家的对外收支 最后 随着奥密克戎疫情逐渐消退 亚洲展现出不一样的政策步伐 例如中国在2022年1月下调了政策利率 此举有望披震经济增长